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银行之所以是百业之母 在于各行各业扩张的时候 不多不少都要向银行借钱 新增贷款越多,百业越兴旺 相反,新增贷款越少 经济活跃的程度就会越低 因此人民银行每月公布的新增贷款数据 是反映经济是否活跃的重要指标 新增贷款是指每个月贷款的同比增加量 例如比较今年6月和上年6月 新增贷款的按年增减 新增贷款的升跌 反映货币供应的松紧 以及市场信贷需求的多少 这个数据显示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是否活跃 内地的放贷步伐是有季节性效应的 简单来说 贷款通常较集中在上半年投放 按一年四季来看 头两季的放贷佔比大约各佔有三成 而每个两季的放贷佔比大约各自有两成 形成俗称3322的放贷步伐 贷款之所以较集中在年初发放 从银行角度来看 早放贷早赚取利息收入 从借款人的角度来看 通常企业在年初制定投资计划 过了农历年就陆续开工 形成贷款的供需都在上半年较暂 虽然由放贷去到影响经济 大概有两至三季的时制 不过金融市场效率很高 当投资者观察到新增贷款持续增加 就会预期未来的经济有机会好转 未等到经济真正回升 投资者就会先行入市 总结而言 新增贷款持续增加 甚至持续高于预期 投资者就会憧憬股市和经济向好 相反 放贷数字没有惊喜 投资者入市的态度就会较审慎 因此初歌可以透过观察新增贷款 以至注决出入市揖策略 嗯